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像是疫情阳性感染率等等的计算 其实去年数学就曾被誉为是史上最难 但没想到今年又更难 也让不少人是哀嚎一片 人手183 111年大学入学测验登场 伴随着雨天但考生入场不受影响 我们开了四列 也就是四个路线可以让考生来进入校园 那今天早上呢 我在楼上往下看 完全都没有塞车的一个状况 那考生很迅速的就进到考场里面来 准备今天的考试 进入考场学生口罩戴紧紧 今年同样因应疫情不开放家长陪考 而108课纲学测初登场 第一天上午率先考的科目是数A 全国有约七成八点一万人报考 共20题考试结束学生稍微缓解紧张情绪 但也普遍认为考题偏难 我从100年的历届试题写到去年的历届试题 前面都是还蛮容易写的 不过到了去年就是难度很明显的提升 那我觉得今年的题目跟去年的难度是不相上下的 它会出一些非常生活化的一个提醒 像是有综合了手机游戏里面的抽卡元素这样子 然后题目也非常活 就是也他会把一些考点藏在比较深的地方 就是让要多加去推销才能知道 不只是计算量庞大 融合型课纲考题灵活 更需要多次阅读思考才能理解 时事题则出现疫情阳性感染率靠条件几率 至于新上路的混合题型考题也很新鲜 就是他必须要你在一个座报平原上 画出一个面积的范围 然后再加上计算 就是这就是比较新的题型 108课刚新型学策上路 数A首登场就被堪称史上最难 学生哀嚎一片 但也只能先静下心来继续应对 接下来两天的考试 关心疫情 淘机群聚染疫是不断的扩大蔓延 目前桃园市停课停班中的处所 一共有30处 区隔还有集中检疫的民众 也已经突破有3000人了 桃园市长郑文昌在防疫会议之后指出 今天再新增了两所学校预防性的停课一天 已经进行相关人员的匡列裁剪 桃园市累计停课和停工的处所 已经达到30处 在20号深夜新增两所学校预防性停课一天 分别是复旦中学和慈文国中 市长郑文昌在防疫会议后指出 因为中立高商教师在居隔期间确诊 子女所就读的学校 只是预防性停课一天 我们今天有新增复旦高中 以及慈文国中做所谓的预防性停课 那复旦高中的部分 其实已经完成清销 那目前并没有问题 那但是因为他有这个同学的家人 有确诊 那因此我们还是依照规定 做这个预防性停课 那慈文国中其实已经停课了 我想这个部分也说明一下 桃园市针对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 匡列后进行居家隔离 或者是送到集中检疫所检疫 由于入境者大增 目前桃园市居家隔离 和集中检疫的人数 已经突破了3000人 那么北部地区因为反国 过年的民众很多 所以他是善在全台湾各县市 那我要特别再一次 谢谢所有在居隔的民众 这个是公卫的必要手段 那也是帮助自己 帮助家人 也是做好这个防止社区的扩散 桃园市高中以下各级学校 寒假的跨校性职社团 营队 体育活动训练交流和会议 一律停止 而非必要的活动也暂缓办理 至于幼儿园的部分 则是实施五大防疫对策 采取固定座位 停止跨班和跨园的活动 并由市政府发放防疫物资 给学校降低传播的风险 桃园市大南市场的摊贩二彩英 从确诊名单中剔除 不过又有一对确诊的母女 她们去过大南市场买菜 但现在是感染源不明 因此危机尚未解除 邻近市场的路光里是绷紧了神经 针对国宅的电梯案件 把手还有座椅加强倾销 大南市场爆出 有一对确诊母女 曾经到市场买菜 感染源不明 里长呼吁民众 踊跃到八德综合大楼裁剪 路光里办公室管播 今天到23号 每天下午2点到5点 综合大楼有零食裁剪站 这几天到大南市场买菜的民众 请带健保卡前晚裁剪 谢谢配合 由于路光里临近大南市场 里内共有5000多人 加上有许多国宅 老年人口多 里长何金凤从淘基染疫事件开始 就落实大楼消毒 如今再加强消毒频率 我们路光 65岁以上的长辈有900多个人 然后这边中庭 就是很多长辈会来这边活动 最重要是我们离大南市场很近 然后大南市场每次都有确诊的足迹 所以我们从去年疫情爆发以后 我们就很重视这个社区消毒 像是住户时常接触到的电梯案件 把手处都定时清销 另外像是中庭摆放的座椅 运动器材也加强消毒 人比较经常在触摸的地方都会消毒 像门把啦 大门门把侧门 还有那个椅子啊 那个公共 公庭公共的那个椅子 那个都会消毒 我们环保之工 他也会出来再消毒一次这样 大家都自发性的啦 每天都有 值班的话就会那个 陆光里一百多位守望相助队和环保志工 大家没有怨言义务帮忙 确保环境更安全 就希望这一波染疫事件尽早落幕 疫情从桃源蔓延到了新竹 尤其不少关系的证明 是每天都要来回通勤龙潭等地 所以呢施打第三剂疫苗是相当的踊跃 而方便长辈接种呢 县府这个周日在卫生所 加开了随到随打的场次 一共有九百剂的莫德纳 要让长者可以就近来施打 增加防护力 随着桃源新冠肺炎足迹扩散 邻近的新竹县民人心惶惶 关系镇居民因为工作通勤 经常往来龙潭等地 因此排队打第三剂的民众相当踊跃 县府就加开周日随到随打场次 增加防护力 因为关系跟桃源是两相连 所以我们非常怕赶快来打 听说星期天有加开 会不会带家人来 会 星期三有加开九百剂 所以我们会带家人来 只要资格符合都会带来打 在礼拜天的时候 我们是谁到谁打 也是打莫德纳的第三剂 我想关系镇好山好水 大家相信都非常的 能够依照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 戴口罩 勤洗手以及量体温 所以我们也希望乡亲赶快出来打 这个疫苗 让大家可以过一个好年 县府在这周末办理七个随到随打场次 共五千四百剂莫德纳与BNT疫苗 分别在竹北竹东新风施打 透过明代反映 关系高龄化且较为偏远 特地协调竹北新人医院下乡服务 周日增开九百个随到随打名额 施打热潮让关系正位深索 第三季原本只有六十多人打 暴增到已有七八百人完成接种 施打率从零点九%拉高到四%以上 有了新增的场次 让老人家不用再担心会打不到疫苗 我们关系乡亲真的年纪大的要到竹北 谁到谁打 真的他们在交通上 还有要前往真的不方便 所以感谢我们杨县长 特别派新人医院于1月23号礼拜天 上午九点到十二点 下午一点到六点 总共有九百剂莫德纳第三剂 让我们乡亲长辈能够就近赶快完成第三剂 让我们的防御力来加强 长辈六点多就来卫生所排队 怕抢不到平日四十个随到随打名额 担心天冷和交通安全问题 卫生所下周开始 平日施打名额增加到六十个 让长辈尽快增强免疫力 数位版的疫苗护照上路第一天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二十一号开始进出八大行业 医院还有长照的机构 都需要出示这疫苗的接种证明 小黄卡也可以 但关键是需要接种两剂疫苗满十四天 就可以不用进行PCR的裁剪 包含像是陪病探病都在规范之内 那么民众如何反应呢 来看看我们的报道 数位版疫苗护照正式上路 跟着中央政策进出医院陪病探病 都要出示疫苗接种记录 可以取代PCR检验 觉得是可以出示啊 至少代表说你是 自体免疫是有一定基础的 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会不太方便吗 确实是会啦 但是为了保护大家可能也是必须 对 保护我们的一个一个一个一直发起来 都不一样 这样也是好 对啦 这样也是好 不然是没有一个人 待一个人我们不知道 去到桌上的时候 大家拖出来 拖出来就受不了了 我也出示我的健保卡 那我的健保卡上面也有 打疫苗的注记 甚至有贴条 如果是那些比较 所谓的高危险群 做比较严格的要求 应该也是合理 因为疫情是大家都有责任 防疫人人有责 这个我也是赞成的 随着疫情升温 不止医院 住宿市长照机构 包含舞厅 酒吧 酒店 夜店 三温暖等12种娱乐场所 要出入都得出示证明 需接种两剂疫苗满14天 出了新上路的数位证明 健保快一通APP 还有常用的 纸本小黄卡都算证明 12大类的场域 那进去的话 可能要我们要达满两剂满14天 那在我们医院住院 陪病 探病 也要完成基础剂接种者 那就可以不用筛检 Overcrow新型变异株 确诊人数激增 疫情北部蔓延 高雄也传出一家三口染疫 就怕疫情在扩散 中央寄出家言政策 管制高风险场所出入民众 必须接种疫苗才能进入 透过疫苗护照提供更多认证方式 至于其他单位是否跟进 恐怕得看疫情做滚动式调整 报告真相 最深入在地 站在新闻最前线 追踪探讨 你我的大小是 TNews一网打尽 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白中 高雄 专业温暖 在地都在TNews 连播网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新竹工业区位在湖口乡 这园区内有将近500间厂房 带来了6.5万个就业通勤人口 也造成经常会大塞车 而县府就提出了改善计划 今天向第一方来简报 包含了像117县开辟延伸道路 荣光路拓宽并改善耗制 要来缓解车流行的顺畅 新竹县政府交旅处打开简报 针对湖口工业区内交通全面盘点 提出改善计划 要让490家厂商 超过6.5万个就业通勤人口 都能行的顺畅不再塞 荣光路的拓宽 我们赶快立即照案来进行 那第二个对湖口工业里面的 这些道路 包含荣光路 中福路 军工路 我们用号制来解决问题 也就是它要左转右转的 这个实向的秒数 跟车流量要一致 改善计划包含开通服务区连外道 节省行车20分钟的时间 而117县道则规划花费8.3亿 新辟双向四车道 延伸凤山西 望东衔街包中路 预计今年可以完全可行性评估 地方明代也都一一发言讨论 那荣光路这条 今天星期五 明年明天会继续上班 所以没有办法 如果说今天傍晚 县长来看现场的话 一定是指报的 一定是指报的 那所以说这地方的话 所以刚才 村长的意义 提到说我们旁边的裁东西 能够先拓换 台一线新丰网新竹替代道 65.7页元 预计115年底完成 而工业区主要的路口 要进行号制的优化 对于117线道 能否衔接环北路 县长杨文科指示 以专案进行评估 117线透关改善造案进行 但是我们为了 真正让它更节省行车的速度 我们从这个荣光路 直接接到我们竹北的环北路 这个部分 我们做专案的可行性的评估 来到工业区荣光路上 也将花费4800万元 重新刨铺拓宽 可以增加50%的道路行车辆难 预计明年3月完工 要把工业区长年的塞车痛点 一一解决 同样跟交通相关 这就是春节假期 很多人都要返乡来团圆 公路总局就提醒了 除夕初二还有收假日 都会涌现大量的车潮 所以针对台一线规划 国道的替代路线 台6168也有管制措施 民众搭乘客运 票价和转程都享有优惠 就是希望疏解车潮 下周六开始就要放年假了 九天廉价 南来北广 国道将会涌现大量的车潮 公路总局就规划了 1月29号到2月6号的输运重点 一塞车的路段 也提出了替代道路方案 针对这个西兵新竹跟香山这个区段的部分 我们大概有做一些的一些管制错误 包含是说有一些非必要的路口 我们把它封闭 那把整个那个主线的车流把它保持畅通 那另外我们也针对于耗制的部分 去做整个17个路口的一个耗制的一个连锁 那另外也是提供那个大概是150秒到160秒的一个长率 让车流会可以快速的一个疏解 公路总局预估返乡潮分为三波 包含1月28号到1月31号除夕 台646566衔接国道及南下往新竹市会有较多的车流 而除了预计从2月1号初一的中午开始 南北向都会有涌入返娘家的车潮 提醒驾驶台一线虎口到新竹市可以改走国道一号 而台61线衔接西兵交流道初三初五限时封闭北上扎道 可改走台61转香山接国山北上 而1月28号到2月6号台68下台15的扎道则是禁止左转 民众搭乘公共运输也都享有游会 我们有86条的优惠的路线 如果这些路线如果搭乘台铁或是高铁或是公路客运的话 我们都可以转成一段票的免费 我们也提供新竹地区的游览地区的输运的交通的状况 我们都可以从我们的APP跟我们的网站可以来查询的到 另外台湾好行 石山县 金竹东游客中心 北普老街等热门景点 春节期间电子票证也有半价的优惠 鼓励民众搭乘大众运输 节能减碳也能行得顺畅不塞车 九天的廉价苗栗县内多处的景点预计都会涌现出游的人潮 其中南庄乡游客众多容易人车拥挤 头份警分局就针对了南庄桂花向周边 规划了人车分流的管制 想要前往的民众得要多加留意 阴逸春节头份警分局规划交通管制 辖区内热门景点南庄乡是警方疏导的重点之一 南庄的地方初一到初五会实施人车分流 将三角椎摆放于路边 将人车隔离以利交通安全 那如果市区车流量大的时候 会有车多会有打劫的时候 我们会在那个进入市区的西村大小那个地方 来管制单向头起 人潮最容易聚集处南庄桂花向周边的路口 将执行人车分流让车行游客逛街安全又顺畅 若有必要车辆进入南庄之后 也会分流前往蓬莱以及市区向天湖 除了景点警方特别提醒易庸涩的头份交流道 初三初四也有高承载管制 初三初四的时候 依据高速公路北返车才会大增 到时候高公局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 在此呼吁 也就是要上高速公路的北上杂道 然后一定要三个以上才能上高速公路 然后民众如果开车要北上杂道的时候 也提前将车窗摇下加速远景的辨识 能快速的通过 相关的交通管制之外 民众也可以利用新北横前往南庄头份交流道 提前做好规划返乡出游才不会卡卡 来看到计程车春节加成运驾 将会从1月28号零点开始实施 一路到2月6号晚上12点为止 这10天的计程车除了按照原定的跳表收费之外 每趟还会加收50元车资 那么机场的排班计程车则是每趟会加收100元 也提醒民众留意 最后一个多礼拜就是农历春节连续假期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民众走春半年应酬喝酒的1元降低 但相较于平日 依旧进入计程车使用的高峰期 而交通局也提前公布 过年期间计程车运驾收费 从1月28号零点开始 到2月6号晚间12点为止 机程车除了原定的跳表收费 另外还有春节再可加成 从1月28号到2月6号10天的春节期间 机程车每趟加收50元车资 机场排班机程车则加收100元 提醒民众特别注意 避免引起消费纠纷 但春节期间 若是遇到驾驶任意喊假超收车资 民众可向1999市民服务专线投诉 另外疫情升温 交通局也提醒 乘车务必做好防疫措施 市民朋友多加这个留意自身的健康 那么乘车呢务必戴口罩 并且这个上车以采简讯10点字的方式 做这个登记 最近疫情严峻 交通局提醒民众 非必要还是尽量别出门 待在家中与家人团聚 平平安安的过个好年 看到桃园客运工会的干部范光明 在105年申请劳动检查 遭到了公司解雇 事后被认定是违法 就在108年复职了 不料又在109年遭到调职 而经过劳资增业的调处之后 恢复了原职 而在去年底范光明是三度被解雇 今天在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的陪同之下 到了市政府陈勤表达不满 解雇违法团体协约 解雇违法团体协约 桃园客运产业工会的干部范光明 在桃园市产业总工会干部的陪同下 在市政府前喊口号 贾达对脂肪的不满 范光明指出 110年11月遭到公司约谈 身体不舒服送到医院急诊后 住进家户病房 没想到送医前还被要求在文件上签名 当时我表明说因为我身体不适 没有办法给受所谓的讯问 后来在送救护车当下 因为那时候我身体已经是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们有表明说要请救护车来 那救护车到达的时候竟然还要叫我去签 调物的签名 产业总工会秘书指出 范光明在105年就曾经遭到桃园客运非法解雇 后来在106年被认定解雇违法 而在108年复职 没想到桃园客运在109年110年 又因为他帮会员请求加班费发起诉讼 而将他调职处分 协助员工争取工时 协助桃园的民众可以有更安全的运输环境 桃园客运公司跟105年一样 在105年的时候 在109年的时候 调职处分在110年的3月 遭到市政府认定违法 恢复原职务 没想到今年11月 公司约谈范光明后又将他解雇 劳动局建议他可以提出诉讼 进行司法救济 那这个也可以边工作边打官司 那市政府也会在诉讼上给予协助这样 那另外第二个针对 这个我们范馨司机有提到 这个工会干部的身份 那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 所谓不当劳动裁决机制 那我们还是希望 这个范馨司机可以赶快来寻求 这个不当劳动行为的裁决机制来救济 那市府这里也可以提供 这个诉讼上资源来去做协助 桃园客运说明解雇范光明 是因为他指示同仁处理私人事务 经过人平会后做出处置 劳动局指出 劳资调除因为双方的意见分歧 而没有达成共识 建议范光明可以透过诉讼 保障工作权 自然循环 生生不息 每一口新鲜的食材 都来自农友的心情耕作 看到新竹县湖口香农会 今天举办农民节表扬 由张峰迪获得了杰出农民 卢平妹夺下杰出妇女 县长杨文科也带来好消息 麦当劳将会在暑假进驻湖口 要促进地方的产业经济发展 把一生奉献给农业心情耕作 让农民都能采买到最新鲜优质的农产 湖口香农会今天颁奖给杰出农民 杰出妇女以及杰出青农 对于这些年轻农民 以及这个自由农民给予表扬 整个大会非常热烈成功 那经过我跟林志华相当一起努力 那麦当劳也终于决定在今年的七八月 会到湖口香来设置这个麦当劳 我想这是大家所期盼的事情 颁发金光闪闪的奖牌和礼品 杰出妇女由儒品妹获得 积极参与家政推广热性工艺 师属妇女的楷模 而杰出青农徐维帝 从事水豆种植 参与产销履历 对于农业的执着和热情 成为青农的表率 而从事小果油茶生产的张峰迪表示 因为小果油茶结果量少 因而研发嫁接克服困难 为农业奉献货搬杰出农民 湖口香农会跟湖口香公所 在鼓励鞭策之下 我们改造的品种 我们想把油茶这个产业 定为未来台湾农业的台积电 在台湾把它发扬光大 文库口香公所也在代表会支持下 我们也有许多的福利证 在配合农会一起来 比如说我们农会的保险 我们也有补助 还有橡皮蟲 虫的补助那部分也代表他们争取 我们也做了 农友们齐聚在农会 相互交流 栽种经验 县长杨文科也携手乡长林志华宣布 湖口经济发展有成下 成功带入连锁速食店麦当劳 预计暑假进驻 要号召更多知名店家 全面提升在地的产业经济发展 台中市的彩虹眷村是知名的观光景点 游客可以说是络绎不绝 但是文创公司指出了 这彩虹爷爷被妻子带离了眷村 并且软禁 一早一行人就前往住所 要查看爷爷的情况 但爷爷表示他不想再回到彩虹眷村了 而妻子也反控这文创公司是欺压恐吓 双方现在是各说各话 彩虹眷村充满童趣彩绘 每年吸引大批游客造访 但最近游客却发现 高龄98岁的爷爷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眷村里头 甚至还传出爷爷被陆籍妻子软禁 重要的就是 我们怎么样让彩虹爷爷 能够回到彩虹村 因为他很可怜 他本来70公斤 现在只剩53公斤 皮包股我们看得很痛心 警察来了 农服处的来了 社会局的来了 没有用啊 人家说他们是夫妻啊 你们立场不好管不了 爷爷 你为什么不让我们看爷爷呢 实际来到爷爷目前的住处 开门回应的正是陆籍妻子 廖汉秀 而爷爷就坐在房间里头 说他不想再回到彩虹眷村 王爷爷你要不要回剧场眷村里面 为什么不想回彩虹眷村 为什么 事实上廖汉秀原本是爷爷的看护 2013年和彩虹爷爷登记结婚 有了名分 成为爷爷的老婆 看似一桩喜事 却遭质疑动机不单纯 但妻子则反护文创公司长期施压恐吓 当初说好的利润和生活费都没有到位 如今双方各说各话相互指控 也让一手汇出彩虹眷村曾经红极一时的彩虹爷爷 晚年人生从彩色变成黑白 春节前夕大家都在吃团圆饭 但是对于弱势以及独居长者来说 却是相当困难的 台中市太平区公所就结合替代役 华山基金会以及慈明高中 带着平安乡年菜手作吐司 来送给14位独居的长辈 还帮他们换上了春联喜气的阴行年 替代役们搬起大纸箱进入独居长辈家中 长辈不断道谢 因为过年前戏满满物资让人感到心暖暖 那我们今天总共有两个站 结合我们华山基金会的爱心推食站 那我们会针对我们太平区14位 我们的中低收入户或者是独居的长者 我们结合我们的替代役 大家来送年菜 纸箱上大科元宝加上吉祥话 是台中市太平区公所准备的平安乡 里头有罐头粮食等一包包的物资 公所趁着农历年前带着16位替代役居家关怀 一南们搬起一箱箱的物资穿梭在小巷子里 也有人仔细清洁门板准备协助贴春莲 结合华山基金会送年菜让长辈度过温暖寒冬 觉得他们很辛苦很可怜 就一个人住 对然后 我们今天配合公所一起跟他们送年菜 对就还蛮开心的 对就是希望可以大家一起照顾他们这样 除了替代役的爱心 同样温暖的还有 一条条松棉可口的葡萄干吐司陈列在架上 慈命高中学生合力搬运 也要将亲手烘焙出的满满新意送给独居长辈们 我们这次做的是葡萄干吐司 他对于那个长辈来说会比较受他们欢迎 对会比较对他们的口味还蛮开心的 就是能把这份我们的心意给长辈们 春节前夕 满满粮食物资还有大批人马将祝福 请送到家 让独居长者们感受到满满温暖 迎接新的一年 用行动来关怀原乡小秀 看到苗栗县议员余文中的长期透过自营的饭店 资助校务基金 每所国小三万元 今年已经是迈入第十二年了 而受助学校也从十一所增加到十二所 还外加了一支棒球队 十二位原乡国小校长 一一从先议员余文中及议长中东景手中 接下堪称是年前大红包的小物基金 余文中谈到 十多年前他担任立委特助时 在一次偶然机会中 捐款三万元帮助了台湾偏远小学棒球队 让他们得以顺利成行参赛 并就此与县内各原乡国小结缘 创造善的循环 我们从第一个学校一直到现在已经十二个学校 在一个棒球队 那我想我们这种地方型的企业 我们取自一地方 我们也愿意回馈地方 我们也希望说 这样子一个小小的红包的动作 让大家每个苗栗的企业 可以支持我们自己地方的一些 所谓的偏远的地区学校 关心一下苗栗的这些偏远的一个小朋友 那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爱心 因为一个善的循环 我们让大家都有被感受到照顾 那当这些小朋友未来到社会上 我相信他们有能力的时候 也会把这个善的循环 给下一代更好的生活 去年就受邀共同关怀 远乡小校的议长钟东景 今年也送上一万元助学金 希望借由个人抛砖引玉 套周大家一起来当偏远学校的救火队 因为偏乡真的他的资源比较少 甚至有时候要找一个家长会长 都不太容易产生 校长都要费尽心思 当然一定有两位议员会帮忙 有时候他们需要的时候 也稍微喊一下救命 我希望说我们苗栗 能够有更多的救火队 当偏乡有需要的时候 能够立即伸出援手 大家齐心协力 让原乡的小孩子 也可以受到一样很好的教育 这是我们的期望跟想法 现议员余文中 透过其所建议的饭店 付出爱心不间断 十多年来捐助的金额 已将近五百万元 校长们也带来感谢状 与孩子制作的卡片 感谢议长及议员们 为原乡血统的付出 结合政府企业 还有民间关怀的 诗情画意 牵动爱心 美术特展及义卖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七届 苗栗县文化观光局 举办了开幕式 号召民众踊跃地参与社会公益 捐助两千元 给县内七家的慈善团体 就能收藏一件 艺术家的原创作品 为苗栗县社福 落实族群 注入一股暖流 诗情画意 牵动爱心活动 邀请在地艺术家 以无常创作作品 参与爱心供应活动 借由作品创作的力量 来分享温暖与善念 这次包含 竞标的两间在内 共募集到321件 意卖作品 县府来搭桥 然后国营事业给力 然后艺文社盘来送暖 那大众来负责典藏 那最后是我们慈善机构 来负责关怀 所以它是一个 五股善的信念 跟这个力量的汇集 所以造成了 我们今天已经是 第七届的 这个爱心的这个公益活动 响应爱心公益 台电中友公司 再度赞助参与 借由艺术与运卖活动的力量 在岁末寒冬之际 集结社会大众 慈善资源的益助 回馈照顾弱势团体 国营事业 我们终游台电 其实在苗栗 一直都有支持我们 很多活动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 来感谢它 过年来这边看一看 或许你的零用钱 拿来 你压岁钱 拿来捐出来 2000块 你会让小朋友 从小就知道说 我们做得到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买糖果 买饼干 买店买玩具 我们就来买这个艺术品 从小才会霸根 民众只要捐助2000元 赞助县内 七家慈善机构 作为爱心基金 就能获得远创作品一件 活动创办人 沙清华强调 奉献爱心 还可收藏艺术作品 值得大家一起来 编织爱心网 平台2000块 是买不到 很多艺术干的作品的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 才有这样一个 又可以做好事 又可以减便宜 只有这个时候 才有这样一个机会 如果不把握这个机会 又要等到下一年 当然首先还是再次的感谢 加上一个寒冬的季节 能够有让我们艺术家 有机会 有种福田 种福田不是金额大小的决定 这是一个念 一个新念 我相信有这样一个新念 我们大家都会 都有福报 诗情华异牵动爱心美术特展 从即日起到3月13号址 3月12号闭幕时 将以抽签方式决定获得的作品 至于两件竞标作品 意卖所得将平均分配给 七角慈善机构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好奇仪式 青春仪式 防毒反毒 不碰毒 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苗栗头份是卫生所扮演 枢纽的角色 整合医疗餐饮资源之外 针对弱势民众居家环境 也协助改善 像是头份是有一处住家 原本是门户大开 木工则是无偿的帮忙来安装了门面 卫生所也希望能够结合更多像是木工 铁工装潢等等专业的资源 来充足服务的能量 头份是这处住家 木造门面看似平常 但最上大门是来自社会的爱心付出 之前有田董 有田董 还有有免费无耳之后 在那里做好那些 就做到冬甘的 要用组起来 要用省发返金的更好 返金更好 我们发现除了枢纽过去的一个推动的方向 还可以扩展的更大 所以当相亲过去 我们就针对他的可能没有东西吃 衍生出健康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从吃 然后到医疗 以及到他的居家环境的改善 甚至到他的一个居家环境 所需要的一些特殊的辅具 床等等 我们只要可能未来 会对他公共卫生有影响的部分 那我们就通报 或是说主动发现的时候 我们就全力来协助他们 照护弱势护除了照顾温饱 医疗协助 托分卫生所关注居家环境 这处受住户 住家大门先前门户大开 因为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好 无法修缮 卫生所没合木工 自备木材打造门面 不只木工 水电 装潢 铁工 卫生所都欢迎爱心一助 我愿意在水电 或在装潢 木工 或是铁工等等 那我们就会把你的资料 汇整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那我们会依照在地性 投分有33个里 我们就在地的在地性 来跟你通知说 这个家户目前有什么问题 您的专业可不可以协助 那我们这些部分来讲 就是全部都来自社区 那我们被服务端 是没有金钱上的任何的一个 需要支出的部分 这样子被照顾者 跟我们的善举人士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的平衡 每一项的付出虽然是无偿 但是却能让许多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 能够有更安稳的居家生活 让学生吃得安心 这厨房环境是特别重要 台中市大安国小中央厨房 供应周遭三所学校 一共570名学童的营养午餐 但是因为这管线老旧卫生堪忧 明大就争取经费 全面态换老旧设备之外 也希望拓建厨房 并且设计食农教育环境 但因为这经费不足 现在只能暂缓吃作 大型锅具 琉璃台的水龙投机管线 因为老旧生锈 大安国小中央厨房 供应周遭三所小学的营养午餐 环境卫生要全面改善 地方争取经费 要进行扩建 设备状况当然有一些设备比较老旧的地方 其实设备老旧的地方我们去年已经更新过一次 这次部分还是有比如说有一个大的锅炉 还有那个圆形的蒸汽可能会更换 最主要的就是管线 管线会重新更换 因为管线已经好几十年的建筑 里面的管线是比较老旧 会借着这一次的发包出去的建位里面 会有一个部分 很大部分是管线的部分 会做一个更新 更新结束以后就非常安全 事实上包含大安国小本身 连同大安区的三光国小 海前国小及大甲区的文武国小 共570名薛同吃的营养午餐 全来自这个厨房 透过教育部国民中小学 午餐厨房经济计划 争取泰换偏乡学校的厨房设备 还有周围的环境也要以并改善 但关键就在连同停车空间 农园及通往二楼平台的户外景观楼 加上中央厨房改善计划 总经费要2000万 还差700多万 只能暂时取消部分扩建 他当初规划包括我们的 午餐厨房的扩建 里面的设备 还有周边的环境 还有里面那个实用教育 都要包括在内 那整个整个还有包括美感 那整个规划是非常完善的 但是一设计完规划 整个整个那个设计案出来后 就开始经费真的不足 那学校在反映在标语款 其他在争取中央 能够予以可以动之的一个部分 那教育局也会持续 来跟国教署反映 来协助学校 让整个午餐周边的环境 能够更完善 而工程目前申请建造当中 预计8月完工 不足的经费 明代也承诺会尽快到位 充满了绿意的景观 可以让心情更美好 看到新北市三峡二九里的 维多利亚社区 就在公园的凉亭周边 种上了草皮 除了为社区的景观加分之外 还能够防止封杀的功能 艺术家们就有多种 绿色植栽可以欣赏 还能与左右邻居散步聊天 这里是三峡二九里 维多绿亚社区内的公园 其实过去凉亭周边 都是泥土地 现在种上巴西地毯草 原来与东北季风有关 我们这边油气的主要的一个礼民 都是老人家小朋友 那我们希望能够给他们 有更好的一个油气空间 因为那时候风大的时候 都我们都会有一些红杯刷 可能会吹到眼睛跟环境的 整个整理的问题 所以特别跟市政府 还有我们三峡区公所 周近平区长 还有苏宏庆议员 以及我们维多绿亚社区管委会 大家共同来讨论 来努力一起合作 来把这个凉亭的 整个绿美化空间做起来 加上一旁就是儿童油气区 种上草皮后 如果孩子跌倒了 也比较不容易受伤 而这个社区能有现在的样貌 可是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 住户们从三年前 就开始逐步展开改造计划 我们的精神堡垒那块 荒废了变成杂草 很可惜 所以我们108年开始动念 去整理整个精神堡垒那个腹地 然后把它松土 然后种花种草 铺石块 整个区域很漂亮 然后109年的时候 陈明辉大楼主委 又动念去整理整个生态池 把一滩石水 变成现在养井里 还有莲花池 白天你在走的时候 第一个又安全又干净 然后眼前所看到的 有美丽的花朵 然后走到渔池前面 我们会有鱼儿在游 还有碎莲 我们大概就是走社区吧 然后跟邻居可能碰到的就是聊聊天 种上草皮不只为社区景观加分 结合原有的设施 让周边住户能在充满绿域的环境中 享受惬意的生活 每天晚接来寻守偏远地区 碰到的像是车祸 婚丧喜庆也会协助指挥交通 新竹县琼林乡的守望乡驻队 每天都出勤来守护地方治安 但是像是车辆维修油钱都是开销 得靠自己的力量来募款 所以他们种了三千棵的芥菜来意卖 同时也可以传承客家风味 菜业上有虫咬痕迹 周边杂草生长 丛林乡石坛守望乡驻队 七年前开始种芥菜 在二期到做后的闲置土地 采自然农法细心照顾 今年产出近三千棵 那一片土地我们大概种了三千棵 那我们产量的话我们大概是两千八百棵左右 从没有到有到收成 都需要很多很多的人力来做完成这件事情 我们是生态工法 就是我们就纯生态 也没有特别去照顾它 从吃就从吃没关系 可是最后到时候我们的话 我们可以吃着健康 然后让队员或是其他人可以分享的时候 就可以安心无虑 石坛守望乡驻队过年前采收 把一个个芥菜浸泡做成酸菜 六十位志工们一同踩踏 逼出菜汁 帮助发酵 凝聚向心力 也穿成乡下人淳朴的好手艺 成立二十年 由社区退休 热心的邻居们组成队伍 三百六十五天安排人力 在社区偏远的十个点寻守 一有问题就反应给警力 遇到车祸 婚丧喜庆 也协助指挥交通 不分节日 每天上岗 车辆的维修与油钱 希望靠义卖贴补开销 那主要呢 我们每一年寻守队呢 都藉由这个重大菜 还有制作酸菜 最后贩卖酸菜的这个活动呢 来设备添购 还有一些人员的支持的部分 所以因为每年都做这样的活动 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也希望说 今年大家可以来共襄胜举 一同同完成品 这周日早上 要在石坛村三菱 土地公庙旁义卖 也邀民众来体验酸菜制作 带颗清脆饱满的芥菜 回家煮汤 更难做公益 帮助地方寻手力道 工作室脚被砸到 老板不肯出场 也没伤病假 我要 打官司了 别人是你 劳动事件法设有专业法题 有专业法官帮你先调解 调解不成才进行诉讼哦 劳动事件法保障劳资诉讼权益 化解生意更快更easy 这节新闻先带您看到 有感于国外的疫情严峻哦 镇修科技大学的外籍生 没有办法回家过年 而为了让他们也能感受过年气氛 校方特别举办极具春节气息的活动 期盼呢 透过像是逛年货大街 品尝古早味零食 还有玩怀旧的童玩游戏 可以体验到欢乐的年纪气氛 也能溢解思想之情 一群外籍生围着古早味 怀旧童玩戳戳乐 看看谁拿到什么礼物 还有这个水果冰果鸡 都让大火玩的不亦乐乎 原来这是镇修科技大学所举办的活动 要让因为疫情无法回家过年的外籍生 在台湾也能感受到过年气氛 那各位由于我们在一方面是客业方面的繁忙 另外一方面也疫情的关系 不能够回你们的祖国去过这样的一个节庆 那当然在台湾的话 我想能够借由这样的机会 大家一起共聚 来享受我们这个过年的这样的一个 喜气的节庆的各种 包括我们的风俗 包括我们的这个活动 来共享这个春节团圆 以及大家在理想背景之余的一个 温馨的一个感觉 来共享我们台湾传统文化 跟民俗风俗的这样的一个喜气洋洋的一个节庆 校方也准备了古早味的零食 冰糖葫芦 也让外籍生自己动手体验剪制 剪出代表过年气血字样 还有可以透过折纸 折出充满喜气的红包带 踩神爷甚至是祈福天灯 就是希望让外籍生都可以感受到 台湾浓浓的春节氛围 我已经两年没有回英尼了 对呀 打算今年要回英尼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我希望可以回家跟家人一起统员 台湾的这个跟我们的外面社不一样 我觉得很好 很好 对呀 我们可以 因为我第一次做这个 见这个 因为COVID-19因为我们不可能回家 今天也不可能 因为有一点像我的家 因为过年也跟台湾差不多 我们也有新年 出去玩又可以大家一起吃饭 会不会会有拿红包这样子的一个喜剧 我们也有 受到疫情影响 大部分的外籍生已经有两年无法回家过年 校方特别将活动现场布置成年货大街 让参与的学生生力奇迹一样 不仅能够提前感受欢乐的眼洁气息 体验中华文化 也能够借此一解思想之情 农历年的脚步接近 行政院南院联合服务中心就举办 辉豪写春联活动 邀请多位书法名家帮民众免费写春联 而南福副执行长陈文亮也在现场辉豪 写下了福满湖等字的春联 也期盼今虎年大家都能福气满满 南福中心副执行长陈文亮现场辉豪 一笔一画有如行云流水 颇有书法名家的气势 书法名家的气势 书法名家写的是一个胡字 胡姿满满 陈文亮轻松完成福满湖等几个字春联 为虎年迎来满满的好运 接下来书法家夏万春运用了金色墨笔 写了福虎身风风调雨顺八个大字 象征迎接金虎年的好兆头 金色的墨字来写 那有时候我们在写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困难度 那另外因为是虎年 我们国人对虎会有点惧怕 但是其实虎也带来生的气息 虎虎身风 那我盼望未来我们国家能够风调雨顺 假如说当然我们求学都会有书法作业 那时候有兴趣就这样 其实也二十年没写书法的 昨天有稍微练了一下 这样子谢谢 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农历年前举办 辉好写春联的活动 邀请六位书法名家为民众免费写春联 吸引民众排队索取名家莫保 打算张贴起来增添家里过年的气氛 贴我家今年我就不用满满年了 他们都写得很棒 真的很高兴 每一年我都必须一定要来拿 一定要来 而且要贴在我们的那个门的两边 除了领取手写春联之外 现场也发送总统府的福音望来春联 以及红包带 让民众能够沾沾喜气 感受新春的气氛 邀请书法名家写赠春联 成为行政院南福中心农历年前的传统 由于近来疫情升温 排队民众必须戴上口罩 保持适当距离 等上半个小时 但是当拿到这一服服 处置名家之首的春联时 这些等待都是值得的 新北市树林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这绘画班已经有三年历史 收集了长者的画作 制作成2022年的桌礼 也鼓励长者勇于创作 展现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 使用桌礼 背面是色彩丰富的水彩画作 这些画出自于原住民长辈之手 树林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出版2022年桌礼 长辈透过画笔把在部落所看到的 动植物景象变成桌礼主角 去自己的菜园或是说 因为家乡自己有田地 跟着父母亲这样子 做的水田或是说种菜 菜园都是会有杂菜 什么虫什么 那个有没有蝴蝶什么的 这样子 几年想到就把它画出来 文件站长辈多是务农 或在工厂工作了大半辈子 鲜少接触画笔 对于做画没有自信 但在原乡所见过的各种大自然景象 成了长辈最扎实的绘画功力 画那只鸟是一个春天 鸟都会出来觅食 都会在树上有一个嫩叶 它们在那边栖息 在那边续息的地方 在我们的年轻时代 这个笔我们没有拿过 来到这里呢 老师教我们怎么画画 怎么写书法 所以会启发我们全意识的那种能力 所以我们很高兴 在这边老师教我们画画 老师说什么 我们就画什么 不管他画得好不好 就是像一个样 那我们就很高兴 刚开始提笔画画 长辈大多有点抗拒 怕画不好 辅导人员不断鼓励 是他们最大的支柱 后来在老师的耐心鼓励之下 跟我们不断的理事长 给他们鼓励说 其实你们可以做得到 所以所有的长者 开始愿意拿起笔 画自己的画 那老师在过程中 不断的赞美跟嘉许他们之后 他们愿意跨出那一步 越画越有自信 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色 是来自于他自己个人 展现出自信之后画出来的 已有三年历史的树林文件站绘画班 除了制作绘画着力 更将在七月份举办画展 丰富长者的万年生活 以上就是今天的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谢谢您的收看 Tnews联播网 每晚八点 我们会与您一起来关心 最贴近迷的新闻 我们再会 报告真相 最深入在地 站在新闻最前线 追踪探讨 你我的大小是 Tnews一网打尽 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海中 高雄 专业 温暖 在地都在Tnews联播网 早前听到欢迎心就怕 现在我们都有机会人做法官 2023年国民法官制度要开始 中大案件第一心 有六位民间因素 和三个法官一起来心理 人民的观点 人民的感受 中处受重视 做国民法官 不然是我们的困难 也是我们的职业和义务 国民法官制度 需要我们勇敢 坚定来支持 资源循环 生生不息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好奇仪式 青春仪式 防毒反毒 不碰毒